是刚刚这边喝酒 不要走 然后有一次 停车 好几辆警车停在路边 远警下车控制住现场状况 一个个询问到底发生什么 因为地板上还能看见不少血迹 就在不久前刚发生斗殴事件 我们就看到那个男的被打 被打不到头破血了 是什么人被打知道吗 他就被捆受了 事情发生在20号凌晨12点多 台中风源区南村里 水源路上有群众斗殴状况 争执原因竟然是因为厕所 现场大约四五个人 对上对方十几个人 警方获报到现场 已经控制住状况 将所有人员证物都带回派出所 厘清案情 德顿新闻王府安